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来看由整双书铁粉李雪宁所写的三生三世慧之心 三,壮士 一时间,武斗场里四五位上神不约而同地在心底道出了这么一句 这因上神刚入口的半口桃花醉更是差点没喷出来 即便是一项自视老城的天君夜华,此刻也没忍住,立即转头望向了帝君他老人家 一只素白的茶盏还险在唇边 东华帝君此刻真的仿若欲尊时偷作的神仙,维持着这么个姿势 抬眼望着不离处台上站着的,可以说得上是极其貌美的魔君 紧接而来的磅礴沁势,几乎让全场都打了个寒劲 即便是片刻后,这股气势便被生生地压抑住 但在那一瞬间,一众些微不顺津静的小将们都险些直接跪下 东华帝君放下茶盏,只闻一声翠响 方才还一直觉得这季舞会十分无趣的哲言上神 墨约上神还有连送三帝下,便一下来的精神 高台之上,就连于当世人有极大关系的天后白浅 都十分不厚道地聚精会神了起来 东华帝君首歌在岸上,指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 旁边不到一指的地方就放着天下神兵之组,苍合神剑 魔君可知这季舞会场,是什么地方 不知为何,方才忽然觉得浑身意冷 随即又遭到诸仙注目里的魔君验尺物,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 他想他应该没有认错,穿着这种衣服的女子 在这天上应该是仙鹅吧 聚聚一个仙鹅,要来有甚困难 为何刚刚这冰块脸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气势 他蛮不在乎的 我知道啊,不就是打架吗 我刚刚才打赢那个海里来的什么人,马上回去了 临走之前,看你旁边的那个女子挺漂亮的,想讨回去 壮士啊,方才那几位看热闹看得开心的上神 随刻对魔君的同行语异于言表 哲言上神甚至开始用传音的仙法同沐烟上神下起了柱 赌地君此番会不会动用仓盒 按照规矩,在纪舞会上,唯一能开杀界的便是东华帝君 虽说近年来各族关系友好 但从根本上来说,纪舞会本身是四海八荒及隆重能向盛世 任何扰其秩序者,帝君都可直接将其当众斩杀 于是下一刻,东华帝君站起身 紫色的外袍随即落在座上,露出里头一身紫色的金装 凤姐眼睁睁看着她就要将爱上的仓盒拿起来 忽然一把抓住东华的手臂,轻声道 帝君,我来解决吧 说吧,一袭粉嫩沙衣的少女笑盈盈地走到了台边 对魔君行了一礼道 蒙成亲自魔君的台爱,小女不胜感激 只是魔君可还记得,此处是纪舞会场 既是纪舞,那即便是求亲,也得舞得完了再说 还望魔君可以遵守这里的规矩 一时间,诸多知道这貌美仙鹅便是凤姐的圣神们 都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且欲不知其身份的水仙们,都有点愣神 不知这东华帝君带来的仙鹅有何能耐 竟能和魔君直接交涉 东华本已动了将这不长眼的魔君消失的心思 却不想被凤姐拦下 她自知这小狐流星要上场一战 如今看来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想来就算到时暴露了她清秋女君的身份 将私命再补给她个邀请帖子就行 想到此处,东华又闲闲地坐下了身 对面折阴上神见状摇了摇头 知道恐怕这仓盒是出不了窍了 自觉给魔阴上神奉上了另一壶自酿的好酒 燕尘物自诩自己也算是魔族第一 想着话既然已经忘了 那要是不能带这女子走也是丢脸 更何况方残的东华帝君为了这女子都差点拿剑 这鲜额的貌美程度可见非同一般 如若能逃回去,那可是大大的给魔族长脸 燕尘物如此便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把这女子带回去 道 我堂堂亲之魔君,打架还不擅长 邪额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 要逗我也行,我和你打一架也行 看戏的周围上神纷纷灵犀地摇起了头 三殿下用扇子拍了拍恶心 心道 可真是可惜了魔君这一张娇俏的脸蛋 看上谁的女人不好 偏偏要和这次海拔荒最不好惹的强人 东华帝君面无表情地免一口茶 燕尘物给帝君冷冰冰的眼神 动得打了个寒镜 十分没有出息的小 可千万别是这个人 他听说过,这个人确实是打不过 想来若是改是能有备而来 恐怕还能有一丝胜算 将他骗进十恶莲花镜之类的地方去 凤九便正在等魔君说这句话 文言灯实笑得像只狐狸 魔君既同意武动 那小女就斗胆与魔君一战 要是王金赢了 那小女同意你的要求 如何 小女不才,略通武艺 还请魔尊赐教 少女自自至地有生 一时间四下里哗然一片 天后白且捏了捏眉心 扶耳对夜华道 久而怕是想给青秋正个理念 一会儿等他打赢了 你便让人给东华女君补个帖子 当时说起 并说是我爹告别来不了 东华女君仅身在天宫 便临时受账赶来复会 一华轻声道 亲切 小九有把握能赢吗 白浅懒洋洋的拖着塞 看着台边的粉衣少女笑道 我青秋的女儿家 若无把握怎敢开口 她可刚拜了东华帝君为师 现今有多厉害 就连我这个当姑姑的都不知道 几位上神暗殿里都已经有了推断 阎尔武看着这个 他一眼看上的少女 你能拿得动剑吗 我万一一不小心把你砍死了 那怎么办 啪 帝君那里传来一声茶杯 被捏碎的脆笑 凤九心想 再这么说下去 恐怕帝君真的要让苍和出窍了 于是十分干脆的翻身上台 逃出剑招手即来 帝君 这便让你验收一下 九儿这几天的成果 凤九举几剑 方才还微笑着的眉眼 当时变得冷艳了起来 要说这几舞常理 都是各族习武的内行 不知内情的本是想开个热闹 却不想这娇美仙娥到了局 承让 条件变次 众心看得分明 这姑娘身道虽柔 燃着剑锋去煞是灵力 第一是过去 那魔君似是还没反应过来 看看翻身避开 却叫剑刃擦身过去 一段悬疑当即便被削了下来 燕池物张目结舌 你你你 你来真的 凤九玩耳一笑 第二波剑破风而来 魔君方才看出 这姑娘的身法实在算是内行 甚至说得上实力不俗 她暗当一声倒霉 心道这天族肯真是吃饱了撑着 去去一个星鹅还要让她洗舞 可叫她白白讨了个大麻烦 魔君便是要赤手空拳与我动武了 凤九使得是轻轻的破阵七世 渐渐都直奔要害而去 燕池物虽是身法轻巧 但几番闪躲后 却也被逼到了舞台一角 她眼瞧着这小姑娘手中的长剑 正背着她的心口次来 心道 这仗若是不好好打 在天族的星鹅面前拜了阵时 那恐怕以后这魔剑的脸面 是没出鸽了 想到此处 燕池物一咬牙 不知从何处扯出一把通体乌黑的魔剑 终是上前迎战 这燕池物倒也确实有两把刹子 高台之上 天后白浅手中 闲闲摇晃着一只茶盏 影神自始至终都落在自家侄女身上 这些年来她在天宫 早就听闻凤姐的武艺十分不俗 她在继了女君之后 便拜师在昆仑须门下 虽说昆仑须不收女弟子 但很早在白浅化作思音办师之后 这条规矩便已不是铁律 莫冤上神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凤姐便顺顺当当地成了昆仑须的剑法 石成之后 她四处引游 沙妖破阵 席天下武学 不足五万岁就飞升上神 此后种种事迹 便也慢慢在四海八荒传开了 如今看来 她家小九倒是将这些年学的 杂七杂八的武艺融合得很好 那魔君岁月潭的上市武艺上成 但凤九在她面前却丝毫没有败下阵来 既舞台上两人领过数招 针锋相对 乃至剑刃都擦出火星 却还是不分胜负 你一个小仙鹅 哪学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剑法 叶齿雾又是一剑被凤九拦下 她翻身到舞台一侧 鹅上却已出了一层绵密的汗珠 原先想着 最多十几招 便能将这小仙鹅的剑给挑了 可不曾想到 这仙鹅非但会打 还是很能打 剑法更是让人摸不着露数 她刚觉得她使的是北荒的树仪六道 她身子一翻 转身便又拦了一张魔族的夜回挑 此般层出不穷 招数间却又没有丝毫破绽 实在是难搞 凤九微作喘息 拨开耳上乌黑汗室的碎发 握着长剑的手却是抖也不抖 看着燕齿雾笑道 让魔君尽笑了 如今可还想带小女走 燕齿雾想到她那心上人 虽说是魔族公主 但好像也没有这般能打 若是张了这么个女子回去 恐怕她这后宫是不会安宁的 隧道 我是看走了眼 竟看住这么个女子 要是带你回去 还不得把我的魔公给拆散了架了 啪 帝君手里又碎了个杯子 折颜上神看着她老人家的手指 在仓河的剑柄上来回摸索 忽然觉得她和莫约上神的赌注 可能还有得继续 而另一边的三殿下 看着东华帝君铁青的脸色 忽然就明白了 小殿下为何要自己上阵了 比起东华两下子就把这魔君干翻 小殿下自己迎战 自是要有趣得多 光是老体数这张脸 就能足够她回去和成玉说到半月 虽然来得莫名其妙 但东华这个小线鹅 与魔君厌持悟性的一战 却无疑是今日纪舞会上最好看的一场 眼看两人都歇息得差不多了 美艳的线鹅却是先举起了剑 笑道 此前小女使的剑法 魔君都接下了 可不知我马上要使的这几招 魔君还有没有能耐接得住 变迟无不屑 笑话 我还能怕了你不成 凤九笑而不达 比了个见识 这回倒确实与之前的不同了 一般来说 女子使剑未省力 往往会将宝剑低垂 而凤九这一事 确实剑风指天 她收了笑 光是那么站着 浑身上下竟就生出一种 冷冽傲人之感 这剑法 作为曾经亲眼见过这剑法的人 木云上神与哲言上神 都有些感慨 数十万年前 曾有一人守着苍合 用着剑势大破敌阵 一战过后 那人一身银双般的战甲 仿若在血池里进过 独自一人站在万千尸骨之上 抬头仰望浩瀚琼 往日之锦 立立在目 木云上神轻声笑道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第二人使这剑法 看拉帝君对着青秋的女君 还真是情难相受 哲言闲闲的抿了口九道 想必东华教小九这剑法时 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人 以东华之力 这剑法可以一笛百 只是不知小九这几日在太成功苦修 究竟学会了几成 在一旁声声压抑着杀意的东华帝君 显然认得出这是他自己的剑法 这几日凤九在太成功用功 他的悟性颇高 学得飞快 他教了两三遍 这小狐狸便能一整套地使出来 虽然修为姿势不能与他当年相比 但即便单单学个剑士 也足以让他战胜一般的对手了 作为当事人的厌职物不瞎 一看凤九这架势 就知道他马上要使的 绝不是什么寻常招式 他退出两步 做出迎战姿态 冷恨一声 男人用的剑士 你一个女人学来语用不好 我倒是看 你能有几分能耐 凤九脸上此时已是半分笑意都不剩 他冷冷腻着他 摩群大话可不要说得太早 虽说点到为止 但刀剑不长眼 魔君可要当心 不要剑了血在这台上 天后白浅没见过这招式 只是隐约猜出 这便是东华帝君这几日受他的剑法 便遥遥地捏了个心法 传音问他师父 师父以为 小姐要出的这剑招 要赢魔君 可有把握 末月上神看着不远处 一脸冷淡的东华帝君 忍不住向得起来回道 实际静可放心 用这剑法的人 至今还未尝过败迹 在被剑锋指着鼻子的时候 燕池乌觉得 选择在纪舞会上 要这个冰块脸地君身边的仙鹅 可能是他活了这么几万年 做过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燕池乌是个有梦想的人 将魔族发扬光大 和加基恒取到手 一直是他最为重要的两个人生目标 想来这过去的数万年里 他好歹也混了个亲之魔君 虽说现在基恒最常对他说的话是 燕池乌你给我出去 但他深深以为 能叫基恒成功记住他的名字 便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 自觉想有成就的亲之魔君 此次回赖纪舞会 本想着要打遍四方无敌手 跑回去和新商人炫耀 却再也没想到 一时脑热 竟让他遭遇了一个 比他还能打的仙鹅 更要命的是 这仙鹅还将他打赢了 凤九一气呵成地 使完了帝君 传给他的一整套剑法 其间只觉身体万分轻盈 仿佛自己懂得 使出几分力道一般 众所谓剑随心走 交到定神之际 手中的桃柱剑却已经直指 魔君的鼻尖了 凤九想到的第一件事 便是侧头望向受他剑法之人 便见东华帝君撑着头 朝他微微一笑 无声用口心比了四个字 打得漂亮 一旁围观的周围上神 顿觉得这热闹看得值得 光是刚刚智智眉来眼去 便值得他们凑在 折颜的十里桃林里 一起喝四酒了 天后白请进正对夫君夜华探导 原先只当是小九一厢情宴也就罢了 可如今帝君既已如此 只恐怕 小九是真的要走不出这情节了 夜华帝帝笑道 东华帝君这三十余万年 从未红来心动 先进却对小九这般体力照顾 你说他是小九的情节 又怎知小九不是帝君的情节呢 台下看热闹的 已经自顾自地说到了别的八卦上 台上这剑还没放下 方才那一幕眉目传情 算是让燕池雾看出来了 这仙鹅真是那冰块脸的人 他早听说那冰块脸是四海八荒第一能打 如此便也说得通 为何这女子这样能打了 想到此 他不情不愿地开了口 小仙鹅 我打输了 现在可以放下了 我会遵守约定的 燕池雾平时习惯了大声嚷嚷 小声说话都跟寻常人吼差不多 一席话说完 无常理灯时又安静了下来 母君眉里几中些安静的原因 不依不挠地又补了一句 我还当那冰块脸正如传闻里所说的 原来早有了这么漂亮的仙鹅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自找麻烦 在一片安静中 燕池雾的声音更是清清楚楚 尚神们感慨 这魔君使真不要命的同时 东华帝君已经拿着仓盒刚站了起来 而凤九此时却也是一声冷横 放肆 你可知我是谁 便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燕池雾再度觉得这天族实在是太诡异了 连区区一个仙鹅都能开口对他一个魔君说放肆 这 这算哪门子的放肆 他好歹是个魔君好吗 燕池雾刚说了见 神觉得在气势上不能再说人一头 说道 你是谁 我管你是谁 我堂堂一个魔君 也能被你一个仙鹅说是放肆 凤九瞧着他 便听他咕咕百简传音在他耳边道 帖子也给你补好了 不必有所顾忌 凤九往耳一笑 抬秀青眼中面孔道 你再看看我是谁 燕池雾莫名其妙 半赏见着貌美的仙鹅放下手 近似忽然换了张脸似的 额间平白多出一朵红艳的凤与花来 燕池雾大只一惊 支支他的鼻子 你 你一个小仙鹅 竟然敢用幻炎术 凤九号整以霞地对他笑道 我自始自终从未说过我是仙鹅 不知魔君是否误会了什么 近三番五次对围这个东华女君指手画脚 出言妄议 一时间 纪舞会场里议论纷纷 不少听过东华女君世纪的神仙都没想到 她竟然会以这般姿态出现在这里 联系前世 更是对凤九与东华帝君的关系 有了诸多猜测 燕池雾看着面前这个同样也很貌美的青秋女君 险些把舌头给咬下来 真的我好夸 你一个女君 之前为什么用幻炎术 还要给那冰块脸端茶凤水 你和她什么关系 凤九冷下脸 我堂堂都慌女君 想用幻炎术变出更貌美的皮相前来附会 需要什么理由 魔君问我和帝君是什么关系 我便告诉你 十日前我刚拜入帝君门下 东华帝君与我有说见证 魔君倒是说说 我身为他作下徒弟 在旁给他奉茶又有何不可 女君原本生得变清丽 此时凤目元征 直直盯着印之物 只把他看得后背发毛 好像确实也没什么问题 印尺物想了想 竟然没想到任何的满驳之词 值得尴尬地陷入了沉默 与此同时 几位上神却都憋笑憋得辛苦 心道 小九此番晶莹的说辞 真真必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可虽是胡说八道 却也说得行云流水 气势如虹 彰显一派东华女君的威仪 白且望着自家侄女鼻体的背景 十分欣慰 小九是越来越懂得神仙 不需要脸皮这句话的含义 而当事人东华帝君 闲闲站在一边 面上虽然淡然观望 实际却已是想要手起刀落 拿着不着眼的青枝魔君 喂一味仓和了 然边瞎话边得很溜的凤九 自然有他自己的大算 他站在夜池物面前 微微仰手 门眼间既是引力之色 一开口 就连嗓音也弹了上去 今日之事 魔君飞带大放厥词 出现污蔑我东华女君 竟还胆敢妄议东华帝君 你可知帝君生性淡薄 先来不理红尘这些俗事 今日魔君三番五次妄言 我与帝君的关系 可是想要将这条斗花的舌头 留在这九重天之上 武斗场上 容颜茂力无双的女君 额眉倒促 补怒自威 一番话说完 尽叫整个纪武场都安静了下来 说实在话 以风九当时讲话的气势 足以让武斗场上的大半神仙 直接失去此可闻力 相信女君是真的动了怒 然而这个伎俩竟然是用来骗外人的 作为十分熟悉凤九为人的几位上神 很快就反应过来 这丫头是在寒沙摄影 虽然名秘上这话是对魔君说的 然而实际 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说的 东方女君 继位不过万年 年岁也十分年轻 污蔑女君这项罪名 说起来虽然已是名副其实的不敬 但非要如此讲调 就难免会落个拿鸡毛当令箭的口舌 凤九十分清楚 仅以他忽然同帝君一同现身 会造成的八卦效应 权衡之下 他决定搬出东华帝君这尊大佛来 彻彻底底的吓一下在场的大小仙人 好叫他们回去能少说两句闲话 虽说了解东华帝君的人都知道 他避世多年 连大事有十段懒得管 就更别说八卦这种小事 但这样知道内情的人 在今天这个祭武场里 毕竟不过聊聊几个 凤九一席话至地有声 直接将东华架到了一个 讨厌别人非议自己的位子上 面色淡然的帝君心下了然 自然而然地便走到了 那个小狐狸的身边去 本帝君远离红尘数万载 少与人有牵连 倒是没想到 竟有这么多人都对本帝君的后宫 一时如此上心 东华帝君仓和在手 出言冷淡 他看了一眼印植物 又缓缓缓过五台四周 冷冷道 本帝君更没想到 自我说青春女君为徒 不过十日 便已有人胆敢妄议本帝君 与女君的关系至此 可是都嫌自己的舌头太长 想要本帝君替你们截断一截 凤九一言不发地在旁边 冷着脸助阵 心里却是十分欢喜 帝君这般昭告四海八荒 他已收自己为徒 想来如此 他上九重天 便更可更加理直气壮 到时即便是轻爹混起 他也可大大方方地说 在太陈宫恋剑 都华帝君四子 光是说出来都叫人心生畏惧 就更不用说 一个手提神剑的上古神尊 就这么货真价实地处在面前 那杀伤力就更是不同凡小 东华帝君淡淡两句说完 无常女足足安静了 有小半重箱的时间 东华进士城 垂眼看了看旁边站着的这个 一本正经装胸的小狐狸 一挑眉 那边就会异了 于是 东华女君端着十足威严 望着艳尘雾 今日比武 魔君输了 此事与先前妄议 我与帝君之事算在一起 魔君预备如何交代 艳尺雾先前已经给凤九 说明了脾气 如今再加上个冰块 里摘在冰上 十分没出息的笔了 心想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今夜之耻 他鼓起静下 等到下回他万事俱备 再来报仇 艳尺雾满脸不情验道 你们这些天上的 就是规矩多 啰嗦这么一堆 我给你赔个不是不就完了 多大的事 东华帝君冷冷地看他语言 又望向凤九 女君以为如何 凤九假模假样地 错眉思索了一会儿 正在艳尺雾背后生凉之时 却见这额尖一朵凤雨花的少女 慢慢露出狡行一笑 魔君 便给我跑一百年的腿如何 恰好我爱下厨 手边总是缺个一两样 实现的食材 艳尺雾一口大气 差点没上来 指着凤九 你已经敢让我给你当跑腿 东华淡淡在旁插嘴 女君这样处置 魔君可有不满 说这么多大道理 这两人果然还是有猫腻 艳尺雾额上轻轻直跳 可无奈冰块脸手里拿着神剑 他心道 大丈夫能智能身 不为舞蹈你折腰 心一横 铁支脸蹚出一把狼豪香 扔在地上 下回要找我 把这个点了 说完在级舞会上 吃尽了憋的轻质魔君 头也不回 瞬间便在会场消失了 一场两无声趣的级舞会 在机缘巧合下 竟变得如此 趣味盎然 这确实要归功在 轻质魔君艳尺雾的一场 虎脚蛮缠上 四海八荒的诸多刚手 打架没打过瘾 这八卦倒是一次性看了个够 其中不少难免都想起了 要回去写话本子 说评书的心思 但无奈东华帝君 他老人家位高群众 又实在太能打 既都说了不爱旁人非议 那又有谁还敢多出一眼 带到各族来宾赞去 原先就住在九重天上的几位上神 方才蛮悠悠地晃荡在回宫的路上 其中莫冤上神与哲言上神 也不知是不是闲来无事 尽同九重天的三殿下走在一处 甚至还平白生出了许多共同话题来 哲言上神平日里说话总是一派风雅 但今日似乎尤为高兴 声音变靶高了些 莫冤上神怎也如此雅性 不会困了虚 在这天宫晃悠 莫冤上神不动声色 多日不来天宫 自是要去东华那里坐坐的 也不知他现在的棋也如何了 即使一样的心思 相较两位上古尊神 年纪上轻的三殿下 并也跟着搭了话 我倒是总去找帝君下棋 只是近日他老人家刚说了徒弟 恐怕是没空招待我咯 三人自顾自地聊着 直到行至瑶池附近 与他们相隔不过数十步的 东华帝君周世廷下了脚步 连着他身旁的凤九也住了脚步 回头对他们露出一笑 东华转过身 颇有些美好气道 三位若要一步太成功 难道没有更快的法子吗 以凤九如今的心智 哪能看不明白 这三位上神 要走去太成功是何意 正在旁边偷偷发笑 便见东华帝君垂眼看着他 你笑什么 凤九摇摇头 今天发生的事情多了些 他无论想到哪件 心中都跟尽了命一般 此刻看似下也并无外人 他倒也没有后顾之忧 上前大大方方的一碗东华帝君的胳膊 还没等众人乃至帝君反应过来 揉揉道 帝君 容久而见悦一回 说吧 凤九与帝君也没了深意 空流下清烟了一句 凤九与帝君先回去了 和三个白白跟了他来一路的上神 在摇池边的亭台里相够无言 转身便在摇池边 移见了太成功正殿的东华帝君 还未来急做出反应 那只挽着他的手臂 便已松开了 凤九像是方才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清澈熟漉地走去弃茶 半句话都不曾与他多言 片刻之后 方才被丢下的三位上神 并出现在了门口 凤九将煮好的茶分几杯盛了 笑道 凤九心急 这宫里的茶还冷着 先一步回来了 还请诸位上神见谅 哲言用一种不敢相信你回来 就是为了泡茶的眼神打亮着他 半晌又看着一旁的东华 意义不明地笑道 我以为小九你不过是为了甩开我们三个 才拉着帝君就跑 没想到竟然还真的回了泰城宫 这地方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气 还不如去闻得十里桃林 反倒有些情趣 凤九装得一脸懵懂 冲至只老谋深算的凤凰眨眨眼睛 哲言上师说什么呢 帝君今天也累了 我这个做徒弟的 不该带着师傅早些回来歇息吗 说吧 先给三位远道儿来看热闹的上神 递上了热茶 最后我将加了些许凉叶的茶 放在了帝君面前 恭敬道 帝君看了一天 已该拔了 喝些茶提神 东华看他还没开口 凤九扭头就出去了 又是半句话都没留下 虽然知道他该是去忙活晚善了 话本就少 又一连两次被掩回去的东华帝君 还是莫名感到一阵不痛快 他抬起眼望着不请进来的三人 冷淡的声音平添了两份不快 怎都忽然如此有性质 要来我这没人气的太成功坐坐 当真是如此无所事事 要陪我这个老人家在此虚度光阴 在场的三位上神都是心思通透的妙人 自时都看得出 隐得东华帝君不宽的正街在何处 三殿下连颂捧着热茶心道 老铁树你也有今天 往日叫小殿下追着你跑 你挨搭不理 今夜风水流流转 也该轮到你吃别 连颂自己出气 却不想那边东华忽然冷冰冰的看过来 那三殿下以为 成为元君现在看你总是挨搭不理 又是为何 连颂手一抖 险些就要撒了半杯茶出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他们三人中 独独他最好欺负 帝君静就只贪他一人的心思 墨烟上神自觉今日这出热闹 是他自租醒之后最好看的 以他对东华帝君的了解 若非针对这小丫头上心 他绝对不可能顺水推装的为他出头 三十万余年了 他终于得以一见这石头洞情的样子 实在是妙极 墨烟道 看来当日这丫头断尾 我直接将你送去 他一见是对的 此事的报酬 若你他人能够得偿所愿 我必要来讨 换作万余年前 东华断然不会接墨烟的话茶 可此份凤酒再胜九重天 就连东华自己也发觉 万余年来的情思未绝 终究还是无法播出 当日他还能硬下心来对他绝情 说他胡闹 可如今这丫头变得懂事异常 不该要的一分都不要 偶有越界也立刻收手 在他面前 他越是内敛 反倒越显情深 东华只怕再这么下去 他很快就会忍不住 要将他亲手揽进怀里 哲言莫不作声地在旁边站了许久 趁着东华帝君片刻地出神 当机立断地捏了个绝探他心事 电光火时间 一个空茶杯迎面飞了过来 莫言替他接了 直接问道 可看着了 东华帝君面色不善地看着两人 若非珍惜这杯里的茶是凤酒亲手泡的 恐怕方才沐渊要接荡 便是一盆滚烫的茶水了 他冷冷道 哲言上手好手段 连本帝君的心思都要亏他 哲言好者以侠地对他作医 却是如愿以偿地看了个大概 笑道 我当时不知道万年里 帝君的心思竟然已变了这么多 看来离我家小酒手的云开建月明倒是不远了 林宗一听这话更是耐不住 问道 上神这是听着什么了 说得我好生好奇 莫言闲闲的在旁喝茶 这万年难得一度可以叫东华帝君吃鞭的机会 他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道 想必帝君虽说三生时所困不得姻缘 但这老铁树总也有开花的时候 当年费心费力装无情 现在却是尽在眼前求不得 你说该如何是好 东华帝君文言险心捏碎了今天的第三只茶杯 面色铁青的挑眉道 本帝君倒是不知 莫言上神至今尚能讲出求不得这三字 要说求不得 上神怕是要苦过本帝君百倍吧 这回轮到莫言上神差点捏碎茶杯 他控制住忽然不顺的内息 心理着帝君道 如此说来 帝君便是认了 此番那清缺的小狐狸得了一心 小小年纪如此老扯 站在帝君身边 也是大不相同了 东华 你这回是难逃情债 灵颂方才在路上 听哲言说到万年前 凤酒坠牙得了会心之事 祈祷 我竟不知 世上还有如此妙心 得了竟能让人这般通透 东华摇摇头 这回轩来得怪异 恐怕并非这么简单 按照古籍所载 回轩当时无形之物 可我探过久而内息 在寻常的心脉下 竟还有一道暗脉 似是死脉 但因为太过微弱 就连我也无法确定 哲言一正 想来片刻才问 帝君确定 不是喜脉 东华对君毫不掩饰地 给了这凤凰一剂灵力的眼刀 若是喜脉 这暗脉断然不会这般微弱 更何况久而不曾成婚 何来的喜脉 哲言与连颂相识一相 三殿下会议 立刻便接过话头 坐侠道 帝君当真这么有自信 这小殿下毕竟年纪还小 若一日真有青年才俊 出现在他面前 保不准搁就嫁了 东华面无表情地看过来 三殿下将那迎面撞来的杀意 震得抖了一下 十分识气地闭上了嘴 他心道 这话是不能说 但老铁树的神情 是断然不能错过的 唉 果真是白里透着青 青里透着黑 小殿下小殿下 在下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东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缓缓垂下眼 若是有一日 他能嫁了别人 九位上神要留下吃饭吗 九儿不知羹套要做几份的 巧得仿佛是掐准了时间 正在东华暗自伤神之际 凤九不乏轻快地自外头走了进来 好了 这一篇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想快点看下一篇的 赶紧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我是雪梨 咱们下期见啦 都转发了 未经许可以 感谢观看